北京时间12月29日 胡人队以132比123的比分战胜了火箭队 胡人队的变化发挥了作用 四名队员拿下20 詹姆斯拿下32分11个篮板11个助攻 而维绍24分12个篮板10个助攻 而门客则贡献了25个两个篮板 安东尼在替补席上拿下24分9个篮板 胡人队的四颗星星在比赛中意义生辉 詹姆斯和维绍的组合创造了新的记录 詹姆斯的个人生涯得分超过了36000分 他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36000分先生 马龙36928分 何甲巴尔38387分 位列历史最高记录 詹姆斯这个赛季的第三个三双 也是他职业生涯的102个三双 威绍本赛季第七次三双 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191个三双 詹姆斯、威绍 这是他们合作后的第一个三双 詹姆斯35岁之后 第五次拿到了30 三双 这是他35岁之后的第五个三双 胡人队在这场比赛中又一次改变了阵型 他们派出了威斯布鲁克、蒙克、布拉德利、斯坦利约翰逊、詹姆斯 詹姆斯成为了詹姆斯在2019-20赛季的第一个控球后卫 本赛季胡人队一直在用小鸽子 霍华德和乔丹都是替补 五个人的组合 可以扩大防守的空间 提高进攻的速度 但也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这场比赛 胡人队让火箭队拿下123分 在三截中 他们丢掉了30多分 在上半场 胡人队以67比59的比分领先了8分 然而 在第三截的最后一分中 安东宁完成了一个扣篮 斯坦利约翰逊的上篮和威少投进了一个三分球 在末节 胡人队开始多点进攻 詹姆斯和威少在比赛的最后一刻完成了三连击 威少在最后100秒把球传给詹姆斯 后者制造了一个犯规 两个罚球全部命中 威少在张黄的帮助下完成了队伍的报扣得分 然后威少又给詹姆斯送上了一击上篮 詹姆斯和威少的联系越来越频繁 这对于胡人队来说是一件好事